这是在福克斯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是新的邪恶轴行 这布莱克本说的 我们知道中国具有侵略系 他们正在试探拜登政府 谈到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时 我们需要记住 数代美国人以承诺要保护台湾 当我们保护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我们要支持和捍卫民主 我们的盟友都明白这一信号 不仅仅是印太地区的盟友 而且也包括全球的盟友 同时我们的敌人也会明白 我们将坚定不移的捍卫民主 拜登政府应该发出更多支持台湾的信号 发出更多支持我们盟友的信号 这些盟友我们站在一起 对抗中国的侵略 当你看到中国的情况时 看到他们如何侵占南中国海 看到他们将要占领台湾 看到他们夺走香港的自由 看到他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 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一切 看他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这种外交政策 你就会意识到他们想要做什么 他们正试图建立一个中华帝国 就像前苏联一样 正如我所说的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是当今新的邪恶轴心 他们可能比前苏联具有更大的威胁 对 对 好